你好 你好 我叫朱镕炳 今年二十五 哦 你不信的话 可以看我简历 你们喜欢的黑丝四肠腿来了 哦 不是 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我就先走了 哎 我真是谢谢你 给你打个预防针 家伙 我只能你们 女人来说 我看你还是先给自己打一阵 年纪轻轻 病得不轻 女人到了一定年纪 就不能太挑了 又不像我们男人 她越老越值钱 那你还跟我聊啥呢 把你爷爷叫来 哎 你这 妈 你这给我介绍到什么人 以后别再让我相亲了 你相亲相得怎么样了 你爷提了 我算是发现了吗 那选对象 你就跟选好的 你脱毛衣一样 必须得精挑细选 要选就选好的 不然呢 胡乱选都是什么呀 哎 我这倒还真是有个合适的人选 我男朋友的同事 算了算了 我已经绝望了 那这样 我到时候 我让我男朋友组个局 你就当陪我去玩呗 行吧 怎么又是他 哎 介绍一下 这是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赶紧请你吃饭啊 哎 怎么走了 本以为只是个意外 结果没想到 嗨 好巧 后面他频繁地出现了 在我的生活 啊 你是不瞎呀 明明是您把水 撒在我身上了 我还没说 你把我水撞撒了呢 你这人怎么 起开吧你 等一下 大家都看到了 是你撞的他 请你给他道歉 什么人啊 快道歉吧 对不起 谢谢你啊 没事 走吧 那个 第一次见面那个视频 是个误会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解释 什么误会 黑丝 大肠腿来了 我退肠了 爹爹 怎么样 喜欢我这种 有歌气的 长男孩子 完了完了 要迟到了 小乔 哎 你怎么在这啊 哦 我去 建客物正好顺路 要不送你一段吧 太好了 我今天幸好碰到你了 要不然我就迟到了 嗯 走了 求助万能朋友圈 你帮他买什么保险好啊 我就是做保险的 可以帮叔叔IT见 好好啊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也纳闷 你说他是不是个卖保险骗子 不排除这种可能 小乔 你最近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 那如果我有什么 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提出来 我都会改的 你很好 只是我觉得好的不太真实 我不相信我们之间的事情 全部都是巧合 我迅谋已久这么多年 你终于发现了 啊 来 把这个搬完就没了 我要是也能当往会主持人就好了 刚天黑就做上梦哦 少想点不可能的事情吧 走 怎么就不可能了 我觉得可以 你有时间维护别人 不如去脱脱毛吧 不如让站台上多丢人呢 你虽然没有毛吗 你凭什么说别人 学姐 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你请教吗 当然可以 龙铁 听说小乔学姐 去北京上大学了 他会有几厘米 爱不是谁勾力 就值得被珍惜 可我 总学不会放弃 我是真的想 一辈子来在你身后 你张艺给你介绍的这些女孩 还都不错 你去见见 我不去 哎妈 我想见见这个姑娘 她可比你大三岁 女大三抱金砖 懂不懂 行行行 乔七月 我已经错过了你一次 这次我不想再错过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你的手我握了 不会放掉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答应自己 不再有人自扰 来 吃水果 你如果要的我自己知道 只要你的肩膀 小子别建议呀 我们从小就这样 春节 去男朋友家里 过年好 过年好 小乔 听说你喜欢吃虾 这不 我跟你阿姨啊 一找去菜场 买了最新鲜的 晚上给你做油闷大虾 谢谢叔叔 阿姨你长得多好 叔叔阿姨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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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这是我女朋友小乔 你好 哎 你们里边 没想到她的女朋友小乔也来了 绒饼 女女朋友这么好看 美女 快来我这边贴贴 刚刚离得远没看清 姐姐连唇毛都脱了呢 这么细节的地方都注意啊 胳膊都装这么精致 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我平时才不化妆 不像姐姐可不得了 眼睛里都强着小心机 看谁都喊清默默的 哎 那妹妹你 吃的这是什么脏东西 东宁 在眼前的你 我生 你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哇 又那个脱毛仪 我种草好久了 这个真的好用吗 你放心吧 我一直都在用这个 觉得好用才送给你的 谢谢 我很喜欢 哟 小乔这么精致呢 还用脱毛仪 不像我 从来都不搞这些 可能 这就是天生地质吧 我看你还是用一下吧 不然你的腿毛 从丝袜里面扎出来 被人看见了 还是很尴尬的 你 你少说两句吧 你应该让他少说两句 你也少说两句吧 你 你给我闭嘴 赶紧拿到垃圾桶里吧 别脏了 别脏了你的手 哎 瞧 建委已经到楼下了 我们赶紧下去吧 不好意思啊 嫂子 我以前都坐这里的 你想坐就坐呗 只要你看着 不个人就行 我这个人很大度的 不会在意这些小细节 下车 不好意思啊 姐姐 我有点喝多了 坐在后面 我怕吐出来了 要不算 她都喝成这样了 你不想下车的话呢 也可以 这是我的车 一会儿我开快了 你吐在我车上 二百 外加给我洗车 多大点事 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 你要是再多说话 你也和他一样下车 建委 你来开车吧 好 对了 他们说这个是恐怖密室 咱们得两两组队 我和容炳都是多年的朋友了 最默契了 而且我长得这么瘦小 需要有人保护 小子长得这么装 估计都能把鬼吓跑吧 肯定没事 大过年的嘴不这么臭 可别熏着大家了 咱们选的这个本 有一对情侣角色 谁愿意来 那就 我和奔奔吧 之前每次玩剧本杀 都是我们一起组队完成的 我们比较有默契 好 我还在这儿呢 就是游戏而已 你别想那么多嘛 宗敏 小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快说说他呀 你不说话 没人帮你当哑巴 而且我和小桥是常常联合 就你这个段位 还是跟小孩做吧 哼 起 朱镕饼 你怎么谈恋爱就六心不认啊 小桥这么善解人意 当然不会介意 但我就没那么大度了 我是不会容忍绿茶 在我身边兴风作浪的 如果你再得寸进尺 那咱们连普通朋友没得做 阿姨 龙丁和他刚带回来的女孩欺负我 小小 不管你们小时候关系再好 现在龙丁有了女朋友 你必须要避嫌 这个道理不用我替你爸妈告诉你吧 现在我只认小桥一个儿媳妇 没事就挂了吧 走吧 朱镕饼 这样我爸妈你都能睡过头 你到底有没有把尽焦染 别怪你说话 这姐弟恋爱是没有好结果的 男朋友幼稚不靠谱 是一种什么体验 朱镕饼 这都凌晨四点了 我们应该还要开会呢 你赶紧去睡觉吧 你先睡吧 我小凌晨 你每天打游戏到凌晨 你那身体还要不要了 没事 不用担心我 快去睡吧 晚安 诶 容比昂 我今天来姨妈实在太难受了 你上完厕所 把水池里的碗洗一下吧 好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又边看视频边做事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要这样 你能不能听自己里去啊 朱镕饼 这都几点了 哦 九点半了 这样我爸妈你都能睡过头 你到底有没有把冰凉染到一身啊 对不起对不起 等我十分钟就好 我真独了 快点吧你 妈 我们来了 荣饼今天来了 我给你们做几道拿手菜吧 好嘞嘛 阿姨 我来帮你打下手 你前段时间出去玩 拍的照怎么皮肤这么光滑啊 用的什么头毛膏啊 效果这么好 不是头毛膏 是头毛衣 你以后别 你这大姑娘的怎么不开心啊 出什么事了 唉 别提了 我提前好几天就跟荣饼说过 现在才见咱爸妈 结果他今天早上还能睡过头 别怪姐说话之 这姐弟恋爱是没有好结果的 荣饼 大神 你太厉害了 以后每天我都找你带打 不过 每天到半夜是不是不太行啊 多多益善 我也能快点找好老婆子 原来他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幼稚 好吧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们也没什么意见了 爸 妈 我想顺势地跟你们说 我想跟小小结婚 就不是一时冲动 是深思处略的结果 我不会后悔 我爱他 同样也爱你们 我不想我爱的人 直接有任何矛盾 我相信小小一定会尊重你们 善待你们 所以我也希望 你们能好好地追隐 你们孤立的问题 在我这里都不是什么大事 叔叔阿一号 我叫朱镕炳 我们两个会不如面对和解决 时间会证明 小小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今年25岁 我叫朱镕炳 既然都三点了 再睡不着 明天这小小爸妈怎么办 只能吃点住眠的了 是我错怪他了 其实他一直为了我们的未来 默默做着努力 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我想清楚了 虽然他有时候会幼稚 但这并不妨碍他爱我 阿姨 这是我攒的所有钱 虽然不是很多 但真的是我的全部了 您别嫌弃 我真的希望您能同意 我和小小的婚事 我们原本以为你年龄小 不靠谱 但是经过我和乔爸的仔细观察 发现你是个好孩子 我们只希望以后你对小乔好 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那您同意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还没同意呢 瞧 从高中到现在 我喜欢了你十年 我希望能和你继续 携手更多的十年 你愿意 我愿意 不想到 我的烦恼 为你一直疯狂到 脉搏心跳 没有你根本不重要 我没想到 为你 我们疯狂走 不为了